- 用收藏溫液生活的家庭變化 歡迎回到AirShooting藍色頻道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讚我最新的小車資訊 今天Air要來開箱一組輪框 順便要把它改裝到車上 這次開箱的輪框是視覺試驗所1號廠 VB No.1所推出的 Laboratory編號05 Huriken概念框 這組是Air在SGT5的會場上看到的 它一共發行了5個顏色有 刺驗紅、樓眼橘、萊姆綠、極亮白跟黑曜子 其中黑曜子是限定色 在會場上滿千贈送 視覺試驗所1號廠 是一個專做1-64及各種比例模型車套件 輪框改裝的品牌 發行的輪框全部都是由 設計師3D建模設計 在3D列印 並加以噴圖上色 Air這次就是被這組框的造型設計跟配色給吸引 不知道為何這一看就覺得是藍寶簡易的框 後來Air去帕文發現 他似乎是做給小牛Huriken改裝的 看到這張圖片改裝LB-Works套件的迷彩Huriken GT 搭配這個樓眼橘這組框 哇!真的很殺很好看 不過如果Air這邊在買樓眼橘來改Huriken GT 那不就沒什麼看頭了 所以Air就挑了萊姆綠跟黑曜子來開箱 哇!這個分色真的很不錯啊 那我有偷偷的問這個主理人 主理人表示市面上已經充斥著太多原廠框 或是改裝廠的框了 於是他們的設計師以Huriken的原廠框做基底 延伸設計出這組框 起初我以為這是遮色的噴圖 後來才得知這組框是分件組成的 所以是各自噴圖才做組裝 這邊Air拿出Mini GT的605 LB Silhouette Works的 Labogini Aventador GT Evo 來改裝 那Mini GT真的是很適合拿來改啊 底盤索羅斯真的是一大福音 不用在那邊轉底盤爆底盤 輕輕鬆鬆的就可以把底盤分開了 那如果你還在二改的新手春徘徊呢 建議可以先買這一組 魔物雜貨店所出品的 工具組 這一組呢基本的該有的工具呢 都有 所以可以考慮新手可以先購入 好的那回歸我們正題 我們先來把 車底拆開 把車底拆開後呢就可以直接來換上輪圈了 先把輪軸呢插在一邊對一下輪軸長度 再用鉛子慢慢修剪 那千萬不要想要一次剪到位啊 這樣很容易變成過短 建議慢慢修剪 剪到你要的長度即可 然後再裝上另一顆輪圈 他這組是有附卡鉗的 所以在裝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然一不小心掉到地板 地板是會吃零件的喔 這組框的直徑是11mm 前胎寬4.5mm 後胎寬5mm 果然這個萊姆綠很適合這台車啊 超帥的 整個帥到沒丁沒當啊 再來是這組黑鑰子 Air這邊準備的是 Mini GT的343 Lamborghini Aventador SVJ 人家設計來給小牛裝的 結果我都拿來大牛用了 是說這組框真的很藍寶堅尼啊 就是有一種似乘相似的感覺 啊!我想起來了 是Lammergeny的概念車 Zetsumi Lenyo 是不是有點類似他的框 那藍紫色的SBJ應該很適合這組黑鑰子的框 那就一樣 開動囉 就一樣先把底盤螺絲轉下 拿掉原本的框 放上改裝輪圈 慢慢修剪到你要的輪軸長度 放上 再把螺絲轉上 就完成了 不用花幾分鐘的時間 整台車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兩台車都改裝上新的輪圈了 哇! 整個完全不一樣啊 質感大噴發耶 超級好看的 那最後呢 再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美罩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FB粉絲團 Air會不斷地跟大家分享1比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的話 也可以加入我的逸品收藏模型社團 收藏C區化會持續發布有關汽車或模型車相關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再麻煩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下次見,掰掰